这个任何人讲 只有自我安慰 然后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人体的热能主要来自于食物 而不能有温热药性单独提供 如将食物比喻为燃料 则温热药性犹如助燃剂 可减少食物消化过程中热能的消耗 含粮药性犹如阻燃剂 会增加食物消化过程中热能的消耗 令虚弱者不堪承受 所以这里开宗明义就直接点出 我们热能主要来自于什么 食物 因为很多人一直在说 那姜或红参那么好 是不是我们干脆就不要吃饭 每天喝姜喝参 还有这样问我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也有啊 这个不通啦 事实上它这个热源 像红参也好 姜也好 它是在你食物摄取不够的时候 在特殊情况下摄取不够 来补足你的 而不是来取代食物的 这个说不通的 所以温热药性它是来辅助用的 那真正来源还是要食物 好 那当然这里有讲 温热性跟寒凉性前面就有讲 温热性它会让我们怎么样 整个吸收消化过程顺利 转化的也顺利 减少热人的消耗 但是寒凉药性 刚好相反 像阻南剂一样 它就会增加 那我说一般体质好的话 不会感受 但体质虚弱的话 会不会受影响 确实会 我们来看下面 顾欲趋利避害 需善别药食之寒热性 其辨别规律 经多年观察重症重病患者 饮食用药反应 总结如下 以味变 甜酸属寒 甘咸属凉 心属温 辣属热 苦则不定 但多属寒凉 以类分 水油及海产属凉 茶水果属寒或凉 酒类皆属寒 酒精属寒 这个辨别温热性药 药食的含热性 确实花了很长时间 去做归类 我记得早期来北京的时候 也是早期还跟 那个袁老师 就是去东北的时候 还记得我们一起 就是买酒来喝 就是一直想试药性 结果在东北也是 喝到最后 我还严重一点 还曾经醉过 那试了长久下来 那才知道酒很寒 那酒为什么寒 酒精 酒精非常寒 那酒有分 水果酒 烈酒 你们认为哪一种比较寒 烈酒 一定是烈酒 烈酒是最寒的 因为酒精含量是以烈酒 甚至有些人光喝酒就醉得 醉泰 很多好看 那甚至有人醉到乱来 有没有 有听过吗 有人还会说酒会什么 乱性是吗 有听过吗 但酒会不会 会不会 认为会的举手 我看一下 认为不会的举手 我看一下 其他都不知道 酒是应该不会 我们说单一的阴 单一的盐 都不会产生果 所以酒是不会的 但确实有人这样 那如果是会乱性 一定是因为什么 头部有体伤 那加上喝酒 热能消耗太过 所以就产生症状 一定是这样 所以如果他平常喝酒就乱性 你就注意一下 趁他没有醉酒的时候 把他叫过来 揉头部看看 测试一下 如果都没有痛点 那表示他喝酒会乱性 一定是借酒装疯的 一定是 酒确实属寒 那一般我们中药 有时候会有不要酒 事实上我感觉 如果以其用补药酒 不如导室怎么样 用温热药煎一煎 反而效果就很好 那我读中医 以前考试记得都要备很多 药味药性 现在年纪一大 我看都快忘光了 那怎么 所以我一直在想 这个药性 什么东西是温的 什么是寒的 是不是可以靠味道来变 这也是经过多年重病患者的观察 最后真的 有 长期这样观察下来 确实可以 所以我们最后 就经过多年观察下来 就把 比如说 甜 属什么 寒 就确定了 那酸也属寒 那这个是讲得通的 如果以中医来看 比如说 你感冒痰多 很多医师就会跟你怎么讲 哎呀 少吃甜的 甜有时候吃多 痰就多了 那现在来看 这个是很有道理 为什么 因为甜属寒 那你感冒本来就热 人严重不足 不足之下 你又吃寒的 那肯定消耗更多 那水分就没办法 正常的排泄 变成痰 然后咳出来 所以 甜属寒是毫无意义的 那在西医也有提到 比如说 糖尿病 糖尿病 不能吃甜的 是吧 怕糖指数升高 是吧 事实上 真正的问题还是 糖尿病所有的体质 全部寒 它是代谢功能变慢 那为什么会变慢 就是体质太寒了 所以 净吃甜的 那这样说来 酸也属寒 酸属寒 那糖尿病的人 能不能吃 那当然也是不能吃 这同样道理 那因为酸属寒 那很多 我们日常都会用到 比如说 我们吃水饺会沾醋 那这样知道 沾的那个是属什么 寒的 那为什么酸会属寒呢 你们有没有听过 忘梅止渴 看到梅止 马上流口水了 就 口渴就好了 或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听到酸梅 也是会流口水 你们听到会吗 人这个真的很奇妙 听到就会流口水 那明明是耳朵听到 也不是嘴巴听到 如果是嘴巴听到 从嘴巴流出来 倒也真的 怎么耳朵听到 却从嘴巴流出来 为什么不是耳朵听到 从耳朵流出来 是吧 那看到 那下面一句话说 看到 比较高的 从高看下去 有时候脚就会怎么样 酸起来 这个真的也是真的 书上写的确实是这样 你们会不会 我就会 我每次往下 奇怪我也不怕 心也不蹦蹦跳 但脚就一直拴上来 上次也是去加拿大 我看到一条狗 比我更惨 它在吊桥 那吊桥看下去有瀑布 它蛮高的 我看下去 确实脚就一直拴上来 对面有一个主人 就一直拉它的狗 那只狗已经 颤抖的四肢都在颤抖 然后趴在那里 就是不动 哇 我才知道连狗也会 而且比人还严重 所以你看看到了就会 身体就会反应 那看到酸的就会流口水 很显然 会流口水 在我们临床上也印证 会流口水的都是寒 你看有时候中风之后 口眼乖斜有没有 口水就不断这样流下来 那一看就是知道很寒 所以会流口水的 一定是寒 绝对没问题 那这样说来 醋能不能喝啊 所以一定要小心 什么醋都不应该啊 不应该吃啊 这个伤生的 那很多养生 都会喝柠檬 说要酸碱平衡嘛 有没有 我也常常看到 那现在听来 柠檬是温的还是寒的 哎 也是寒的啊 好 那再来看 干 咸 干 很多都是干的 尤其像中药 比如说黄芪 有没有 甘草 枸杞制 这些都是甘甜 那甘属寒 哇 很多人是不了解的 所以很多人就会 长期用什么黄芪啦 枸杞啦 甚至大枣 红枣 有没有加在一起 说这样是养生 事实上那些药性 还是偏凉的 这样你们就知道 嘴巴长的绝对不会错 那甘属凉也是长期 经过重病患者 这样吃下来 我才知道 哦 原来这些还是凉的 那再来 咸 咸也是属凉 比如说盐啦 酱油啦 这一类的咸的 就是属凉 在台湾就是有迎庙会的时候 迎神的时候 庙会迎神都会在 有人就会下面点燃火 然后赤着脚走过去 但火上面一定是撒什么 撒盐 撒盐之后降温 人才走过去 所以盐属寒 淘无疑力 所以重病的患者 为什么要扫盐 就是他还是偏凉的 那心属温 这个中医就有讲 中医一般有说 心温解表药 有没有 很明显的 他心跟温 就已经把它结合了 所以在这里 也可以看出来 心温的药 也蛮多的 比如说像中药的 桂枝 麻黄 细心 金戒 防风 白纸 这一系列很多 都是使心的 那姜呢 是不是也有心 它不但心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 辣 所以它不只温 辣属热嘛 所以它是介于温跟热之间的 所以已经算蛮猛的 好 那我们日常生活的 葱白是属于什么 心的 所以也是属温的 所以有人感冒 也有人用葱白 有没有 来煮一煮来喝 你们有这样吗 你们也是一样 所以也是因为心温 心温的作用 那辣属热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那这样烤你们一体 酸辣汤是热的还是凉的 这个就看怎么煮法了 对不对 如果酸加多一点 辣少一点 那就变怎么样 凉的啦 那如果辣加多 那酸加少一点 这个酸辣汤就变怎么样 温的 所以真的是可以这样调配的 把味道调到你喜欢 又可以温温的 好 那下面那个苦则不定 因为在中药有三个药味 是因为苦又温或热的 比如第一个 当归 当归什么味道 有没有苦苦的 有 但当归药性呢 它是熟温的 绝对没问题 所以这个是很特殊的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人参 红参 比如你容间 你就可以感觉得到 红参还是有一点苦味 有没有 苦味干 所以它也是温的 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无珠仪 苦涩 但是它是属热的 除此三位之外 我好像再也没有找到 苦的是属温或热的 好像找不出来 父子 父子好像也有一点苦 酒煎也是苦是吗 酒煎完也是苦是吗 那这个也 也可能就是温热的 父子毫无疑问 在中药是温热 那除此之外 我还有没有 你们还有没有 花布子 五味子 五味子是酸的 蜡布子 蜡木子 那牧布子我真的还没听过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无从回答起 以后你们再给我吃一点点看看 真的啊 那吃起来那个是苦的 这个你们吃起来好吗 不好还是好 所以一般其实除了这些 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 因为以中药 我这样找过 刚刚讲的父子有道理 如果它是苦 那父子久煎之后 它的药性绝对是温热的 这个绝对没问题 好 那除此之外 苦的一般多数寒凉 你看 中药的像黄年 黄情 亚巴吃黄年很苦嘛 对不对 黄年 黄情 大黄 黄渤 甚至像阴沉 这些很苦 那还有像年子新 有没有 莉莉的那个 也是很苦 但前面说的这几位 都特别寒 所以他们都是寒泄活的药 那日常生活像苦瓜 也是啊 也是寒的 还有很多人喜欢喝咖啡 有没有 咖啡什么味道 苦的 所以是属什么 寒的 应该是寒 但是咖啡还比较好 它一般都煮过 有没有 那煮过会不会改变药性 会 所以我认为它没有那么寒 应该是偏凉而已 是这样 那苦味 也说了 所以有时候古人说 苦口良药利盈 可能这句话 现在看来有问题了 好 那么这是以胃变 以内分 我们这里就很明显提出 水属凉 所以感冒多喝水 那个是不能成立 我早期也有看到患者 就是咳嗽 痰很多 那他一直就是喝水 早上起来就一大杯 结果怎么治 就是痰一直很多 问名之后 我叫他水不要喝 马上 一两天就改善了 所以水多还是一个负担 所以姜汤有时候喝太多 重病患者 因为水多嘛 患者有时候也 重病患者也受不了的 也有遇过 好 那油 我认为油 虽然水油都是凉 但是我认为油 比水更凉 更难吸收 那你们可能 如果没有听 还会分什么 我家是葡萄籽油 有没有 椰子油比较好 很多啦 橄榄油也有 这些看似比较好 其实还是偏凉的 那还有人说 我们做叶子都用苦茶油 有没有 或麻油 但这些现在来看 也是属凉的 不是温热的 你不信你麻油 面线你吃多看看 很容易脏 不容易消化 也是这样 那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好 海产 所有的海产 也就是水中油的 都是凉 也还有人喜欢吃鱼 就是说 哎呀 吃鱼会聪明 那如果吃鱼会聪明 金鱼最聪明 金鱼大鱼吃小鱼 吃的都是鱼应该最聪明 那我看来是人最聪明 是吧 所以很多叶子都 或是有伤口说 要补什么鲁鱼啊 什么种种 事实上雨还是偏凉的 那但是有人就说 但是鸭子也是水中油啊 有没有 确实是凉的 但是台湾就常常 冬天进补都用 江母鸭 你们有没有听过 你们冬天去台湾玩 你们就知道 江母鸭还蛮好吃的 我吃素已经二十几年 那是回味我过去 我印象中 那个江母鸭很好吃 吃了还是会发汗 但是是鸭在热吗 是什么在热 姜在热 不是鸭在热 姜 所以很多人也说 冬天要吃羊肉炉 有没有 很补的 你们这里有没有 羊肉是热的还是寒的 平的热的 温的都有 你们不幸去羊肉店 摸摸那个羊肉看是什么 看是热的还是 已经死掉的羊是什么 我认为没有什么热的 但是吃了好像感觉又很补 那是因为调味料的补 很多羊肉炉是用十钱大补 去熬的 原来是调味料 所以其实肉没有什么特别说补的 这个味道 好 那就不要分了 反正肉没有 不一定比菜好 所以我决定吃素了 是这样 好 那 茶 茶很多人喜欢喝 它有分深茶 熟茶 那深茶一定是寒的 熟茶属凉 因为经过泡制过 药性有改变 那在中药茶也是凉 茶就是清热 醒神嘛 这个也是毫无疑力 好 那下面一个 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 水果不是寒就是凉 你们能不能帮我想想看 有什么温热我可以吃的 榴莲喔 榴莲什么味道 甜的 所以还是凉的 熔眼 熔眼 其实在中药 熔眼干 其实是血温的 但是熔眼是什么味道 甜的 所以你们不用怀疑 熔眼干绝对是凉的 什么荔枝 荔枝也是甜的 所以也一样 蛤 马 马 马卡 我怎么没听过 有这种水果 我下一次你们记得 这种奇奇怪怪的 请你们请我吃看看 没有吃到 光听名字我还真的不知道 好 那其实我尝过各种水果 好像不是甜就是酸 要不然不甜不酸的水果 谁吃啊 是吧 一定就是这样 所以几乎水果都是寒的 但说实在 我蔬菜不会进 水果重病患者 有时候我看很严重 我会进 为什么 蔬菜都煮过 那水果有没有人煮来吃的 有 你们真的 哎呀 你们是不是西瓜切一切 然后就去熬汤这样 熬姜汤这样 来 是这样吗 苹果 苹果下去熬是吧 其实如果苹果经过煮过 我也觉得 它的药性会变 如果含凉的 看煮久了会不会变接近平 都有可能 但是 其实我印象中是 水果几乎是拿着就吃了 只有现在有些人读了原始点之后 那其实体质很难 又喜欢吃 就开始变花样 比如我就是去刘医师家 刘医师很喜欢吃水果 但鼻子过敏 那我是最近因为看小册子 一直看着手机 因为我小册子 那个都打在手机 这个小册子已经很久没印了 所以被我改得乱七八糟 所以只能看手机 他一天盯了十几个小时 那个字很小 盯到现在没办法 后面这两个也掉了一撮了 但是说实在 刘医师比我更惨 他没有我那么认真 竟然找我一二十年 就全部差不多掉光了 那又鼻子过敏 所以肯定他比我寒 对不对 那他又喜欢吃水果 所以有一次很久以前 我去他家 他就请我吃芒果 哇 很甜啊 但是他旁边还放有一个干姜粉 说吃芒果一定要沾干姜粉吃 那个味道吃起来 就是感觉回来还是觉得怪怪的 从此以后我不去他家了 没什么期待这样 但我也听说 他常常吃一些奇奇怪怪 比如他吃西瓜会烤烤热哦 来吃 他说这样吃了就不会流鼻涕 这样 然后还有什么柳丁啊这些 也是烤烤热 然后削笔然后来吃 他说这样其实吃了还蛮舒服的 但像他这样的人多不多 不多 一般拿来就吃了 所以我才会进 如果真的实在 你们又是重病 那又非吃不可 有些人就是死都要重口味 没有口服 他觉得这一生走了 还会也有一点遗憾 即便病到那么重 他还说张医师 我就是离不开水果 怎么办 他说有没有办法 吃了又健康的水果 我说真的要煮 比如说你实在喜欢 比如翻食流也好 那你就切一切 然后下去煮 然后最好再加一点 姜啊辣椒啊 熬一熬 那这样应该就比较不会有事了 如果你们这样还想吃 那就吃吧 这样就可以了 要不然我还是建议 哎呀算了啦 重病 那体质好的 那偶尔吃我认为OK的 好 那我们再把下面的演练完 因寒凉性药食 皆需仰赖身体有足够的热能 才能被吸收转化后 发挥其药用 对轻症及体力上加者 适量服用固然无妨 但对重症或体力较弱者 却会使热能更加不足 而延伸种种后遗症 是不适宜的 故含凉性药食 是否可用 当是自身体力之强弱 即症状之轻重而定 若服食后 感觉不适或体力变得更差 即说明热能已经不足 食之有害 应当减停 并改以增强药食之温热性 及加强运动来补救 若以身患重症或体力虚弱 则应少食甜酸酒 冰品海鲜 生冷蔬果 水果酵素 人造营养素 及含良性碱性食物 如柠檬 桃桃 西瓜 猕猴桃 茶 醋 海藻等 并少用生物制剂 避免接种疫苗 日常饮食 以少水 少油 少盐 少加工品 少转基因食物 多温热性药食 好 我们一路念下来 也就是重症或体力虚弱 应少食 什么 甜酸酒 冰品 一路念下来 对不对 里面最寒的是什么 我一路列下来 这里 有哪一个你们认为是最寒的 有人提出来了 疫苗 疫苗是最寒的 为什么 它不是经过嘴巴 有些都是直接怎么样 从冷冻库这样拿出来 然后用针抽起出来之后 直接就打入身体 有没有 所以比较容易出事 尤其孩子 有些打了就出事了 有没有 是因寒引起的 所以里面我看是最寒的是这样 好 我们再把下一段念一下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 内置法的温热性药食 虽可改善热能 但热能改善 不一定能使体伤好转 若体伤不能好转 症状就不能消除 也就是 用对内热源 若无按推原始痛点 症状未必好转 好 这一段很明确的指出 温热性药食 它是改善热能 但改善热能体伤一定会好吗 不一定 因为我们说热能改善了会影响体伤 这个绝对毫无疑问 但不是说体伤一定会修复好 所以我才说嘛 我一根指头痛 要吃多少的温热性药 它才会好 一样 它一定要怎么样 体质改善了 循环变好 它有时候体伤也会修复好 但不是百分百 不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中医的治法 就很有逻辑性了 也跟临床完全符合 第一个你看 解决疾病症状 我们说的一针 有没有 二揪三用药 很显然有症状 要解决它的 第一个要先什么 外治法 外治法就是针 第二个揪也是什么 外治法 直接从患处下手 这个才快啊 那如果你要等药食进去 再解决它的时候 就已经显得怎么样 缓慢了 所以他处体伤所致的症状 所致的症 一定是外治法 那外治法有以针 又比纠快 所以一般我讲课 第一个 你们哪里不舒服的 出来马上做 有没有 包括疼痛 酸麻 养脏 闷 一系列这样练下来 好 这些不适感 一般按就可以解决 那很明显 就是外治法 是最优先的 但 我们是原始点 整个的发展下来 也观察出来 原来症 不管是症或状 其实最好的处理方式 都是要怎么样 三者同时用 而不应该是割裂的 也就是 你不管症来 好 我按推好 即便好了 清症 我还是温富一下 对不对 如果再保险一下 再给他怎么样 喝姜汤 其实如果你现在已经懂研判的时候 事实上清症来 我认为 按推温敷就够了 那除非他已经轻偏重 或重偏轻了 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就怎么样 在按推温敷后 再给他喝姜汤 现在好了 有些人外治法不会 比如说 他一般都是内科 那内科要解决症 他处体伤所致的症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有时候会好 他有时候开药也会好 是因为热能够 修复体伤而改善症状 不是直接的 但未必一定修复得好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白马寺演讲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人 他说 就是给中医同道 很有名的医师 他开一些热药 药都开对了 没话讲 那个医师 把脉或是什么样 种种的辩证论治 都很厉害 但问题 这个脚 脚足背痛 就是好不了 这样吃了一个月也好不了 好 那用药都对 他讲出来 我也都肯定 这个医师是好医师 那问题为什么没有好 药对为什么没有 体伤没有修复 所以直接 我怎么样 按推原始点 竹背按哪里 脚踝 对不对 脚踝一按下去 很痛很痛 结果按完 叫他再走走看 立即改善 那很显然 这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要解决 确实是外治法 优于内治法 好 那如果你要懂的话 那你用药 中药 一定要配合怎么样 针 在我的看法 这样患者疗效 才能够提升 好 那下面我们继续念 此外 伏温热性药石 若出现症状 其因 或由原本身体运作失调 以致所伏温热性药石 相对过量 过强 加重体伤 而间接造成 或由温热性药石 过量过强 消耗热能 以致影响身体运作 间接形成体伤所致 好 也就是这里提到 你伏温热性药石 是对还是错 显然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对了 伏完之后 反而产生症状出来呢 这个有没有临床上 有没有见过 有人就来基金会问我 为什么喝姜 嘴巴破 或是喝下去 肚子痛痛的 也有人说 喝姜之后 一直流鼻血 你们有没有碰过 多少都会碰过 那这个情况 有什么可能 第一个 你看他如果姜汤 喝起来就是一般般 也不是说特别浓 或特别大量 那为什么别人喝都不会 他为什么会 一定是他怎么样 如果喝起来 他一直流鼻血 一定是他本身怎么样 头部有体伤 加上这个外盐 进不去 因盐俱足 所以就流鼻血 应该是这样解释 所以一般人都能喝进去 因为他头部有体伤 运转失调的状态 那这样的姜 就变成过量 而刺激他 而产生这样的症状了 要不然别人也应该 流鼻血才对啊 为什么只有他流 所以这种情况 很显然是患者本身 个人体质 那这个当然按一按 再服就好了 所以我早期去 那个就是长白山 买红参的时候 他们说红参也是这样 他们当地种参的人说 只要吃他一条红参 因为太补了 就会上火 然后流鼻血 你们有没有听过 所以有些种植当地的人 他们不敢吃生的 结果我一听到 就跟他打赌 我说我吃了我不会 他不信 他说好 如果你吃了不会 就让你白吃好了 如果吃了 当然会流鼻血就要买 我认为这个也蛮好玩 我说好吧 那就来吧 当天 那个 那个采下来新鲜的 身是很 好像白萝卜 还蛮粗的 真的吃了 因为免费的 所以就多吃 尽量装 我才装了四根 四根 那个白晒参 吃完之后 我说留了吗 他说没有 那就免费了 隔一天我也没留 为什么 我没有那么严重 是吧 所以吃了也没有事 所以很多人 他之所以会是因为 他本身有头部体伤 就像患者问我 为什么他吃了 姜会流鼻血 那我们前面已经论述 姜有没有致病功效 没有 他只是一个热源而已 那既然没有功效 当然也不会产生症状了 这个很明显 如果会那还得了 每个人吃了都流鼻血 那我志工很多都在喝姜汤的 那不是基金会已经血流成河了吗 对不对 这不可能的嘛 所以很显然 这一个原因 大部分是体伤 那另外一种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 是 真的喝过量 也就是喝过量 那喝过量 会消耗热能 这个我们日常都 都是应该有这样的经验 比如我还好 我吃多了 我的胃肠是很好的 所以也不大会痛 但是有一个 比如现在台湾有那个自助餐 就是你一克多少钱就是固定的 反正吃多吃少都是这样 他想反正不吃白不吃是吗 要不然去就多装一点回来 真的装回来舒服吗 其实不舒服 吃了很多 我不是肚子痛 我是那一天吃完 平常睡八个小时就够 那一天一定要睡九到十个小时 那很显然 这个也是怎么样 消耗热能 已经过量 那如果重病 那很可能就怎么样 他本来又有体伤 又消耗热能 那当然就产生症状 所以这样看来 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患者原本有体伤 那即便适当的量 适当的量 他也会产生症状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他虽然没有体伤 但是他因为过量了 也会造成身体的不适 那这样面对这样 不管是两种原因的 任何一种原因 以原始点处理方法 有没有不一样 要不要分出来 这个前者是怎么治疗 后者要怎么处理 不用 原始点在调音已经有讲 反所有疾病兼体伤 热能不足所致 不要管它是什么原因造成 有没有 就是不要问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看下面 但不论何种情况 此时皆因按推相应原始点 症状若解 则继续等量服用 若无按推配合 或按推无效 则需减量减淡 这也说明 从因改善症状 内治法必须配合 外治法才行 所以临床上常常会遇到 喝姜汤出现症状的 那就是这两种状况 处理方法都是一样 一定按推原始点 按推如果没有效 或你没有按推 这时候姜一定要怎么样 减量减淡 有时候量要减 有时候要减它的药性 减它的药性就是要加什么 甘草啊 龙眼干 红枣啊 红糖之类的 甚至 就改服红生汤 也可以 前面也有论述 这样说来说去 你看吃了问题 还是要用外治法来解决嘛 对不对 所以这也说明怎么样 从因改善症状 内治法要不要配合外治法 还是要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段 总之 药食只是一种源 不论是从因解症 或从果解症 都必须透过因 也就是身体热能作用 及组织运作 才能产生效果 否则 就不具有任何解症的功效 因此 不谈身体热能作用 及组织运作 而宣称药食 可以清热 沥水 安神等 或产生抗体 抗凝血等 或补甲状腺素 荷尔蒙等 或致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肿瘤等 都犯了 气阴痰源 而说 原治果的过失 皆属戏论 这很明确 就是 很多药都说 有致病功能 但是 真的药 有直接致病功效吗 你看我们前面讲 姜有没有 没有 所以中药 也没有致病功效 那西药 有没有致病功效 严格讲 有没有 没有 不能这样称 因为还要配合体质 要不然你重病的时候 有时候吃什么药 都没有效的 也有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考虑 盐跟因 我说 果会产生 单一的因 或单一的盐 都不会 同样要致病 单一的因 或单一的盐 也不会改变 一定要因盐 怎么样 具足 果才会改变 这样的说法 才是合理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外治法 三 外治法 外治法主要是为了解除症状 在其所有方式中 除温敷的作用 是改善体力 儿属保健外 其余皆属医疗 并可分为 从果解症 与从因解症两大类 从果解症 是直接处理患处 但除非已经确定症状 是由本处体伤所致 否则 直接处理患处 是外治法的禁忌 从因解症 则是处理体伤 其关键是选对导致症状 之体伤位置 好 这个从果解症 直接处理患处 我们这里有说 除非已经确定症状 是由本处体伤所致 有没有 要不然处理 患处是禁忌流 那这样已经承认 西医从患处下手 可不可以致病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这里就是已经确定 所以我们前面也有说嘛 条因有说 从因解症 本处体伤啦 本处体伤 从因解症无效 可不可以 从果解症 可以 那就代表他们还是有 一定的疗效嘛 所以外治法 从患处下手 就是一定是怎么样 本处体伤 那如果是他处体伤 这个可不可以从患处下手 百分百不行 这个是可以确定 所以本处体伤 唯一的例外 就是我们承认的 就是从 本处体伤 才可以从患处下手 所以刚刚有人 也在谈 他说 他 看过一个心脏病 很严重的病人 那怎么揉都没有效 检查也已经说 血管都堵塞了 那怎么揉都没有效 怎么揉都没有效 这个叫做什么 本处体伤 怎么揉都没效 那这时候可不可以从果解症 可不可以 可以 要不要等到六个月 万一等不及了呢 如果等一个礼拜就挂了呢 所以不要读我的文字说 哎呀这个时候就还是继续等 一个礼拜不行 太早送去 不行 看有什么 危急的时候 就应该怎么样 看起来 这个恶化得很快的时候 就要怎么样 赶紧怎么样 从果解症 因为从因解症已经来不及了 有时候 如果欲有急迫性 记得我讲 欲有急迫性 可以从果解症 比如说 尿尿 尿不出来 结果可能石头堵住了 那很多人用原始点按推 温敷就掉下来 但也有一部分人 万一揉了 温敷也掉不下来 然后又一直脏 已经好几个小时都 尿不出来了 甚至一天都尿不出来 这时候还要不要等 像这种有急迫性的 然后你又使用过的时候 因为再等 可能撞的组织受损 都会出现 所以这时候可以怎么样 从果解症 所以可以看 如果没有急迫性 像一些慢性病 那你这个可以等 也就是先从因解症 等六个月看看 如果没有效 我们再来 再去也可以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只有选对位置恰当处理 才能立即选效 然而 不论是从果或从因下手 都会消耗热能 故为巩固疗效 必须温敷 并配合内治法 及其他保健措施才行 所有的外治法手段 同内治法一样 不论是属医疗 还是保健 都不能宣称 有任何直接治病的功效 比如 当感冒 用暖贴或棉被 把病治好 能说它们 可以趋风寒 杀病毒了吗 如果能 把它们放在屋内 不就满屋温暖 清新无毒了吗 又如 当头疯痛 用木棒或手肘 把病治好 能说它们 可以趋风止痛吗 如果能 加剧多目指 且手肘再深 为何还得 头疯痛 再说按推 拍打 如果有效 眼睛痛 按推 臀部 会好吗 还是直接拍打 眼睛 会不会打成熊猫眼 故手术 针刺 按推 拍打 温敷等外治法 就如同药石 等内治法一样 只是一种源 不能说 有治病疗效 否则 就像在说 汽油的源 不经汽车 空调系统 运作的音 就可产生 冷气的果一样 明显 也犯了 汽阴谈原 而说 源质果的过失 这一段 应该很 写得很清楚 不需解释 我们继续来看总结 由于保健 对症状 不具有 利级性的效果 所以不能被 当作医疗本身 来治病 但也不可因此 忽视保健的重要性 因为疾病之所以 能治愈 也是靠自身体力增强 而修复的 所以 医疗若无适当保健 措施的配合 不仅疗效 难以保障 对热能较弱 体力较差的 慢性病患者 就像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一样 更是只能暂时改善症状 而无法断除病根 从这个角度看 保健比医疗更为根本 更为重要 因此 将正确的保健观念 融入日常生活中 使生活不离保健 保健即是生活 人人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才是保障 大众健康的最佳途径 也只有如此 人人才能成为 自己健康的主人 既然治病离不开 保健的配合 所以 为了增进 并巩固疗效 广义的医疗 也应将保健纳入其中 反过来 保健得当 也可让疾病消弭于无形 达到上宫治胃病的目的 所以 广义的保健 也应涵盖医疗 故医学的实践 必须医疗与保健并行 内治与外治互部 不可割裂或偏废 为其如此 医学才能真与完善 真正达到守卫健康 延长寿命的目的 这篇医疗与保健 也应该算是 很重要的一篇 别失败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